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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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康有为谎说 他有光绪帝的一代帐 要成立保皇会来救中国 海外华人听了 纷纷表示支持 眼看大家信以为真 他马上趁热打铁 发展海外华人加入保皇会 还规定 每个入会的人都必须交纳会费 结果 黄没保住 康有为倒是连了一大笔钱财 早年 康有为曾落魄上海 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 但他风流本性难改 天天奢战光临纪院 纪院老板无奈之下 只好带人去他住的小客栈里要钱 他一见债主登门 立刻逃之夭夭 清末流亡海外的康有为 不久 纪院老板听说康有为要逃回广东 便在开船那天去船上围堵他 谁知 纪院老板销便船上所有客舱 并没有发现康有为的申请 其实 康有为当天确实在船上 只是一个人躲在船板下面 后来 有好事者想起康有为这件狼狈事 专门为此做事道 避在屋台却有舟 一前不知莫风流 1918年 已经年过花奖的康有为邪记有虎 当场写了一首诗 开头第一句就是 南庄西子犯西虎 我一飘然犯大福 把自己和妓女比作犯礼 洗诗 实在是有些自恋了 诗刚刚写完 他发现 湖边有姑娘在换纱 立刻洗心厌旧 觉得这位幻纱女才是妻子在是 忙托人打听 请打听 这位姑娘名叫张光 家境贫寒 只有十八岁 还没有婚配 康有为听说后大喜 不顾自己年迈和张光父母的反对 死缠难打娶了张光作乙太太 其实 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完美无瑕的人 康有为虽然做了若干悔形象的事 但仍旧不演他误须变法的巨大光环 他不是一个圣人 但却是一个推动了社会进步的人 参考文献 梁鼎分康有为事实 爱恺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树明晚年口树 小历史作者竹英月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小历史作者竹英月